这是七月半 为什么叫中元节 七月半为什么叫鱼兰盆会 大家看我手中的沙漏 我们这个地球 就是在沙漏的中心 这个点 地球 每天二十四小时在自转 自转一周二十四小时 是有白天有黑夜 因为太阳照的那一面亮了叫白天 太阳照不到的那一面叫黑夜 这个是因为地球在自转 那么地球在自转的时候 相对于地球这个小球 相对于地球的这个小球 这个地左旋 自东向西转 然后它一个自转 自转 那么在自转的过程中 对于地球外的太空 地球在自东向西转 自东向西转 然后 这个天体 它就是逆转的 所以地球是 这个对应着我们的人体 是前 右 后 左的转 这是地旋转的方向 然后 对应着地球外的太空 它就是 前 前 左 右 前 左 后 右 的旋转 又到前 这个叫天 左 旋 地 什么 右旋 天 左 旋 地 右旋 那么 一日旋 旋转个不停 旋转一年 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五天的中 是在七月十五 对应着 去年的七月十五 说是 这个是 中到一年 为什么不是七月初一 而是七月十五 这就是 月中要取中 日中要取中 年中要取中 它就是在七月十五 当然这个是按照 这个太阳力来算 不是按照我们功力来算 太阳力就是 根据日月星辰的位置 地球走一年的力 叫太阳力 我们自己人定的公元 1月1号那一天 那个叫燃定的公立 就是在我们各族文化 印度文化 中国文化 包括西方文化 在都重视七月十五 这一天 那这是称为中元 我们有天元 地元 这个中元 成为上元节 中元节 下元节 都在十五 上元是正月十五 中元是七月十五 地元 是这个十二月的十五 所以我们当然要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不是人定的规律 所以天左旋 地右旋 旋忍到一个时间段 它要像你们这个拧麻花一样 你要拧拧拧 拧到一个灵合点不动 它刚好就是一个麻花 你再拧大一次 断了 中间断了 所以在有形世界的七月十五 这一天 我们的天地场性 会断开一次 断开一次 表面上是断开 实际上它是归零 重新来 归零就是中和场 就是道 所以是 为什么在整个七月 特别是七月十五的 前三后先 后三天 加中央的那一天 这个 特别适合我们六道众生 共生在一起 因为这个时候 你理解它是中道 中和 这个时候 人归道 鬼归道 神归道 所有的众生 都在这个场性的作用下 容易什么 借着天地的大场 借着人体内的 大的生命场 可以使体内众生 和体外众生 同处于一个 道的时空 灵的时空 这个是 很 就是说 很难得 在一年中 只有这七天 是这样的一个时空 那这样的一个时空 是人归道 为什么叫鬼月 又叫归月 回归的归 是人归道 鬼归道 神归道 天上的 玉界天 色界天 无色界天 众生都归道 地狱里 十八层地狱众生 都归道 人 畜生道 都归道 大家都在道的 这个大的场中 彼此都一心归道 是不是就容易合大愿 是不是就容易解冤结 把所有的冤结 千年万年结成的怨恨之结 在这个道灵场中 还原成 无缘无恨 还原成灵和 没有阴阳 这就是中原节 和于兰盆节的 最深的密意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红阳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